任正非说华为要开始迎接寒冬 按照华为的惯例 他们将缩减边缘业务 争取渡过难关 但是在安防上 华为不仅没有缩减 反而加大投入 成立了华为最复杂 覆盖面最广的军团 华为机器视觉军团 它的前身就是安防 那么华为安防和它的军团 到底在做什么 为啥要逆势发展的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就来说说一个 非常感人的华为安防故事 2017年 华为成立了安平业务部 正式进军安防市场 并且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在两年内成为全球第三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目标太小了 丢立下更大的目标 说要在2025年做成全球第一 华为立下的目标一般都能实现 所以当时业内普遍认为 华为将打破行业的格局 而且华为确实有这个实力 彼时的华为 已经是全球安防芯片的最大供应商 它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 更是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 但是让很多人惊讶的是 三年过去了 别说大目标 华为连小目标都没做到 在2020年排案板当中 华为连前十都没进去 甚至他们安防芯片的市场份额 也掉了一半 此后华为更是将安平业务多次改名 先是在2020年改成 华为机器视觉 然后又在2022年成立了 华为机器视觉军团 有人说 华为还没有放弃暗房 也有人说 华为打不过就改名换赛道 那么问题来了 华为真的放弃暗房业务了吗 为啥连小目标都没达到呢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引擎呢 答案呢还真有 华为排名其实没有那么差 而且还有一个一金落万物深的感染故事 今天有一个视频给大家讲清楚 对了 视频制作不易 麻烦大家点个小信心关注一下 熊猫败歇了 暗房大部分人可能看不上 但是国家已经通过平安城市 雪亮工程 以及天网工程 将整个社会融进暗房里 大道国防 重点单位防护 小道银行 医院学校等基础单位设施 都离不开暗房 可以说暗房就是公共安全 就是国防安全和民生安全 没有暗房 中国治理程序的成本将上升数倍 甚至在未来的智慧程序中 摄像头的重要性还将上升一个层次 充当程序的眼睛 而摄像头就是暗房的一部分 如果这些看似不起眼 但是关乎民生和国防安全的设备技术 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大家应该也能猜得到 所以中国在解放后不久 就开始发展暗房 现在已经经历了四次迭代 在华为海康威视 大华等企业的带领下 中国也从零开始突破 一跃成为全球安房的领导者 在全球安房企业排名前50里 中国占据了一半 而且排名前两位的都是中国企业 分别是海康威视和大华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 华为去哪里了呢 这还要从40年前说起 1980年代 中国安房行业都是以国外产品为主 一般是通过深圳 然后流向全国各地 当时还属于第一代通信的是 模拟信号时代 大哥大都很少见 更不用说摄像机了 所以这时的安房摄像机品牌 还是以外企为主 后来中国制造虽然逐渐发展起来 也有了自己的摄像头生产线 但是大部分还是组装生产线 芯片等核心部件 依旧掌握在日本索尼 德州仪器等国际巨头手里 这些巨头的态度非常傲慢 占据着垄断地位 不仅把芯片卖得非常贵 而且服务态度更差 中国厂家必须先缴纳数十万元的许可费 才能获得全新开发 当时我们的安房大部分利润 都被他们拿走了 其中就包括海康和大华 而华为瞄准的正是摄像机的关键部件 视频编码芯片 当时华为已经决心做芯片了 他们将业务分成了两块 一块是SOC大芯片 还有一块是各类的小芯片 为了芯片更好的发展 华为在2004年成立了 大名鼎鼎的海思半导体 但是和很多人印象中的不同 华为并没有将希望都寄托在海思身上 其中难度更高 重要性更大的SOC芯片放在了本部 海思负责的反而是更加碎片化的小型芯片 海思当时的目标是在三年内 完成40亿的对外销售额 为了完成任务 他们同时研发了数款芯片 有SIM卡芯片 机顶盒芯片 以及我们说的视频监控芯片 然而海思的开局并不顺利 SIM卡芯片门槛低 竞争激烈 海思刚研发出SIM卡芯片的时候 价格已经降了10倍 无奈只能放弃 机顶盒芯片也同样不理想 在海思的前三年 他们几乎没有对外的销售额 更别说完成40亿人民币了 只差一步就该黯然退产了 所以他们将希望都压在了视频监控系面上 这才有了后来海思与中国安方企业的传奇 2004年后 为了达到平安城市等规划 中国相继开启了平安工程 雪亮工程和天网工程等等大型工程 要在全国搭建一个可以覆盖省市 线的监控和管理系统 这个系统就需要大量的摄像头 当时摄像机监控正在由VCR录像机 转到DVR录像机 VCR就是磁带录像机 一般是在录像机拍摄后将内容存在磁带上 不过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占内存 一个监控晚点记录每个月的录像记录 就需要消耗一大堆的录像带 不仅占地方 而且成本也非常高 所以这种技术肯定是不能满足大型工程的需要 而先进的DVR录像机就可以满足 它采用的是硬盘储存 硬盘有意识性 简单来说 新的视频可以自动覆盖旧视频内容 所以当时国内有很多企业就瞄准了DVR录像机 但是这种技术非常先进 它需要H264视频编码芯片和算法 才能进行压缩 即使是在国外 也只有少数几个同步产家才会提前布局 而华为恰恰有这样的前瞻性 他们研发的HI3510芯片 就是H264视频编码芯片 所以视频监控就是海思为数不多的机会 他们为了把握住机会 制定了一系列策略 准备与国际芯片企业竞争 他们价格高服务差不够人性化 海思就用服务和性价比来吸引客户 甚至用免付费的方式 拿下众多中小型的摄像头订单 当时业内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如果大厂不用海思的芯片 那么质量就会被小公司赶超 他们不用也不行 这就是海思的底气和骄傲 他们凭借整套的解决方案 打破了国外垄断 属于华为安防的春天来了 2007年 华为海思与逐日中天的大华股份 签订了共同研发合同 2010年海思安防芯片又征服了 当时安防第一巨头的海康威视 此后海思越坐越勇 很快就拿下了国内外79%的 DVR芯片市场份额 海思和中国安防企业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安防企业帮助海思在芯片领域 站稳了脚跟 让他们不至于毫无收获 而海思的芯片又撑起了 整个中国安防企业 他们生产的DVR摄像机 几乎卖到了全球 真的是盆满拨卖 尤其是海康威视和大华 很快就成为全球知名的安防企业 但是属于华为和海思芯片的辉煌 才刚刚开始 2011年后 安防摄像头开始了第二次升级 由原来的硬盘录像机 转到数字时代的网络高清录像机 也就是NVR 但是NVR录像机 对于算法和镜头的要求更严格 而华为海思恰好具备这样的能力 他们在2012年研发出的SOC芯片 并且首次搭载在手机上 而这个SOC芯片 恰好具备这种算法能力 果然在2014年 他们就推出了业内首颗NVR处理器 HI3516A 它是专门针对高清录像和产品开发的 有丰富的接口 以及模块化的思路 你可以理解为 本来需要大家一起来 才能完成NVR录像机的研发和生产 但是有了海思的芯片 一家小厂都可以做到这些 在技术升级阶段 一款简单好用 而且性价比高的芯片 对于中国安防企业来说 无疑是非常好的助力 让他们可以放心地 和国际安防巨头争夺市场 所以在数字时代 中国的安防企业不退反进 在全球继续攻城略战 队伍是越做越大 在安防业内有个两超多强的说法 说的就是 先海康和大华 之后才是其他企业 而其他企业里 还有一堆中国安防企业 实际上 这里应该再加上一句 一超多强 因为在海思身后 也有一堆中国安防芯片企业 正在崛起 他们共同为中国安防产业链 建立了坚实的堡垒 2016年之前 国际安防芯片是以德州仪器 N质朴半导体 安霸等外企为主 而在2016年之后 海思也已经成为 全球最大的安防芯片企业 市场份额稳定在60%以上 妥妥地隐心霸主 相反的 那些傲慢的国际巨头 已经基本被摁在地上摩擦了 2017年 在完成安防芯片登顶后 华为成立了安平业务部 宣布正式建军安防 说实话 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很多业内人士不太理解 华为为何要和他们抢饭碗 尤其是他们的销售部部长彭晓冬说 先定个小目标 华为安防业务争取做到全球前30 大部分业内人都担心 华为既然做了供应商 为何又要做产品端呢 而更多的企业则是害怕 华为会不会抢占他们的市场份额 会不会断供他们的芯片 因为在这一年 华为安防芯片的份额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70% 所以有些大型的安防企业 已经开始找新的供应商 他们投资国内其他企业 比如富汉威 新城科技 而是加快布局的脚步 不仅在安防上进行布局 而且在业务上 也是不断的攻城略战 很快就拿下 数个省级平安城市的大单 连全球第二的大华都感到很无奈 他们的一位销售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也在做 但是他们太能打了 2020年 华为断爱国又立下了一个大目标 他说 华为做到全球前三 五年内争取做到全球第一 华为的压迫感 让很多企业越来越无奈 有些人甚至不太理解 华为到底要做啥 其实答案就藏在华为的安防技术升级 以及华为的布局上 2016年后 5G 人工智能 云计算开始兴起 安防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开始往智能的方向发展 安防中最重要的就是视频监控 而视频监控离不开摄像头 但是摄像头在5G和AI的作用下 已经不只是起到安防的作用 全球有65%的行业数字化信息来自视频 它覆盖了工业生产 生活 通信 娱乐等各行各业 有人把CPU比作未来智慧城市的大脑 然后把摄像头等传感器比作城市的眼睛 换句话说 安防已经不只是安防 它还是信息的入口 是智能感知的入口 一个数字化社会离不开信息 而一个智能化的入口 更离不开感知 所以华为在2020年时 将安防改为机器视觉 当时有人说华为打不过 就改名换个赛道 其实华为不是换赛道 而是将安防战略的地位升级 他们看到的不是安防 而是整个智能世界 然而华为成功了吗 并没有 安防业务有两大块市场 一块是集中化市场 像平安工程 雪亮工程等等大型正气工程 这种工程是华为最擅长的 他们长期和正气打交道 已经养成了一整套的 快速的解决方案 所以华为在竞争上亿元的 大型订单时 优势特别大 按照院内人士的说法 只要有招标 其他人根本比不过 而另外一块是碎片化市场 它的份额更大 但是较为分散 比如医院 学校 商场等中小型商用场景 这种零碎的市场 非常依赖软件和解决方案 需要花很大的精力 去针对新的解决客户的痛点 海康威视 大华等老牌大集 都是一号这个 深入碎片化市场 但是华为在这一块 做的并不好 或者说 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 是因为华为缺少 软件和解决方案的能力吗 当然不是 华为在软件行业 是排名第一的 系统解决方案 更是世界领先级别 但是他们并没有去做 或者说连做的机会 都还没到 因为华为在发力的 被老美制裁了 2019年 华为被老美 划入到实体清单里 导致老美的企业 不能再为华为供货 像高通英特尔等芯片 都断供了 市场上人心惶惶 都在说华为没戏了 很多合作伙伴 担心被华为连累 都不敢用华为的设备了 关键时刻 海思站了出来 他们总裁何廷波 发表了一篇 致员工的一封信 宣布多年打造的备胎 终于转正 老美企业供不了的芯片 华为自己生产 而且要做得比他们还好 然后华为不退反镜 相继发布了 麒麟990手机芯片 昆蓬920云处理器 深腾910AI处理器 零销网络芯片 用实力打消了 合作伙伴们的担忧 同时让世界看到了 一个比正牌 还要牛得多的备胎 海思这个芯片巨头 开始浮出水面 成为中国故事当中 最热血的存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没有后续的制裁 海思将踩着高通和英特尔上位 所以你说老美会愿意吗 肯定不乐意啊 后续的事情 大家也知道了 老美不仅不让美企 给华为供货 还在2020年这个关键时期 再次加强对华为的制裁 史无前例地制定了 针对政策 只要用一丁点的老美技术 就不能再为华为 代工芯片 这下措施导致 华为整个集团 都陷入了确心危机 当时华为的主要业务有三个 一个是企业业务 一个是运营商业务 还有一个是消费者业务 但是不管是哪个业务 都离不开芯片 按照业内估计 有80%的业务都会受到冲击 很多人都在担心 华为会不会一下子被打趴下 而这个阶段 也正是华为安防发力的阶段 那段时间为了活下去 任正非罕见地亲自出山 领导整个华为 他说我们要努力地活下去 而且要好好的活下去 华为确实做到了 而且比所有人能想到的活得更好 但是代价也很惨重 海思高端芯片全都不能再生产 其中就包括手机SOC芯片和安防芯片 前者让华为手机销量直接腰斩 后者让整个安防产业 陷入将近一年无形可用的地步 而海思安防芯片的市场份额 也从原来的70% 直接掉到了30% 而且基本靠着低端芯片撑着 本来有很多人担心 这块大的市场份额会被外企拿走 然而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因为在海思的带头冲锋下 外企在安防芯片上 早已经被打趴下了 反而在海思身后的 其他国产品牌慢慢崛起 如果说以前的海思 像一头巨大的鲸鱼 那么海思走下神坛 其他国产品牌顶上的过程 就像是金络 有一金络万物生的神迹 海思安防芯片的确让人惋惜 而以它为基础的华为安防芯片 自然更不好受 在华为生死存亡时刻 安防并不是主业 所以他们不仅有缺心的问题 更得不到华为其他部门的支持 像AI 云计算等部门 都在度过自己的难关 自然没有余力 去帮他们开拓碎片化的市场 所以有些人会说 华为安防实力不行 或者说是做不到自己的目标 其实应该考虑一下当时的环境 实际上 华为安防在经过自己的努力后 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堪 根据安防调研机构奥姆迪亚的一份报告推测 2020年 全球智能视频监控市场份额中 华为传记前四 排在海康威视 大华股份和安逊之后 这边要说明一下 这份排名只是相对靠谱 实际上并不准确 因为华为并没有公布安防部门的业绩 同时这份版单也有部分外企缺失 但是在国内 华为依然排到了前五的位置 足以说明华为在安防这块的努力 但是成绩仅仅如此 依然是不够的 华为定下的目标 一般都会争取做到 在安防上也是如此 他们不仅将安防部门升级为机器视觉 更是在2022年 直接成立了华为机器视觉军团 军团是华为在2020年提出的概念 军团就好比一个专业运动员的教练团队 有人负责训练 有人负责营养 有人负责康复 华为军团也是如此 他们将科学家、工程师和营销专家等组成一个团队 然后让他们深耕每个领域 去和企业沟通 帮助这些企业在5G 人工智能时代完成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 然后自己再盈利 2021年 华为第一次成立了五大军团 此后陆续成立了20多个军团 但是华为机器视觉军团 却是最特殊的一个 因为它的成员最复杂 覆盖的行业也最广泛 由于5G、人工智能、云计算的数字科技的发展 全球工业正在从机械化到数字化 甚至智能化的转变 如果说5G相当于数字化的大血管 那么人工智能就相当于大脑 云计算相当于脑神经 而机器视觉则是数字世界的眼睛是桥梁 华为其他军团在深耕各行各业的时候 眼睛是绝对少不了的 这也是为啥人正未说 要注重现金流石 还要加大机器视觉投入的原因 因为它太重要了 重要到可以决定其他军团的成功速度 所以华为成立机器视觉军团 绝不是在改名化载道 而是看得更高 做得更多 安防也是其中一个 比如华为安防在碎片化市场上没做好 是因为其他部门没有配合他们 导致软件解决方案的缺失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为机器视觉军团涉及的行业太广了 就需要各个军团相互配合 深耕码头 煤矿 金融等等场景 一举解决华为安防碎片化市场疲软的局面 那华为机器视觉能不能成功呢 我还不敢断言 因为在海思被制裁后 中国其他的安防芯片企业虽然顶上去了 但是镜头图像传感器等高端组件和设备 大多还是来自国外企业 也就是说没有了海思 我们依旧被卡住了脖子 但好处是海思和华为并没有放弃 市场需要慢慢培养 技术突破也是一步步实现 无非就是把以前走过的路重新再走一遍 最后让我们祝福华为和中国机器视觉产业吧 对了 都看到这边了 给个赞和关注再走呗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